讽刺宅男却深受宅男喜爱的电影,导演的脑洞不是一般的大。 日本人的脑洞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,什么奇葩样样都有,只有你想不到的,没有他们不敢想的。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部讽刺宅男却深受宅男喜爱的电影,真是魔鬼游戏光子。 讲述的是虚拟与现实世界的故事,看过的小伙伴们一定非常的深刻,因为最初去看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段电影预告小视频,那为什么说这部电影,导演脑洞大呢? 而且许多人都没有看懂,我们细细道来。 首先,电影的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的强大的视觉冲击,这要是在我国拍,分分钟不让你通过。 咱们的女主一共有三个角色转换,分别是学生的光子,结婚的妻子,马拉松的拳,但其实都是同一个人,同一个本体。 学生的光子因为蹲下简笔的时候逃过一劫,而公交车上的其余同学们都被妖风血腥斩首了,这脑洞不得不服,紧接住是路上的行人,连河里都是布满了学生的尸体。 咱们的女主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,回忆的事又发生了,在路上碰到的一群不认识而又认识自己的学生,还有闺蜜秋。 随后一块教课去合编玩,听到女主的经历,一个较超现实的女孩告诉她,那不是噩梦,而是不小心进入了另一个宇宙,还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 那咱们也先不管她几个宇宙,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,这个宇宙出事了,老师们突然开枪开始屠杀学生,女主就怕命的逃跑,等她到了警察局,一切又变了,女主一连猛逼的坐车警车被押送到结婚现场。 极为讽刺,没办法啊,女主只能走一步算一步,进入教堂结果发现对方居然是一头主,受不了的女主举起玻璃瓶戳死了她,逃出婚礼现场。 当她再一次逃脱的时候又一次变化了身份,变成了一个马拉松比赛者,跑到一半的时候,诡异的危机再一次出现,在球的帮助下,成功逃到了一处隐秘的山洞,告诉她, 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世界,而是生活在一个游戏里,包括我们的女主都是游戏里面的角色,但随着时间的累积,有些角色产生了自我意识,不想被操控。 简单的说就是系统漏洞,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超现实女孩,而她们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女主身上。 在球的指引下,女主终于来到了现实世界,游戏创造者是一个年少时迷恋女主的老头,将女主死后的DNA重新制造的,还要求女主与在造年轻时的自己做不可描述的事, 然而她们不知道女主已经慢慢苏醒了,不受操控,最后反杀了她,紧接住又自杀。 随住本体的死亡,游戏全部随住崩溃,影片的结尾,女主躺在雪地上起来说,一切终于都结束了,给观众留下了巨大解读空间。 有人说,其实这一切都是女主的梦。 但不管怎么说,电影里的游戏角色设定都是在比喻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,结合起来本身就很有趣。 但不要忘了这部电影导演是原子温,脑洞的大在日本是有名的,向爱的曝光,时效警察都是出自她的手中。 在这部电影里,游戏里面的设计全部都是女生,而且都是年轻貌美,而现实生活中都是男人,各个行为为所丑陋,正是这样的一群男人在操控这游戏里的人,什么吹裙子那婚礼等低级趣味,都玩了一遍,甚至以屠杀女孩为快乐,使得电影的女性主义色彩表现得极为强烈。 充满了对日本宅男的讽刺,特别是电影中的高中时期,极具讽刺。 有意思的是,导演还将这部电影的海报及视频宣传,全都制作成年轻漂亮的高中校园女孩,吸引的就是日本的那些宅男们,果然一上映便拥有众多的宅男贡献票房, 真的是英文那句我不仅要讽刺和批判你们,我还要赚你们的钱。 而据说80%的人看完非常过瘾,丝毫没有感觉到讽刺。 真的不得不佩服导演的巧妙脑洞和那种敢拍的精神。 在我们这别说拍了,上映都不可能上映。